是的,大家好,大家好 說了差不多兩個星期 注意恆子可能會做個小圓頂出來 之前也說了,如果小圓頂整個圖形要走出來的話 恆子有機會跌去兩個大位 一個是25,500,一個是25,000 現在似乎來說,圓頂就真的做到七七八八了 是差最後那隻腳了 所以在年底的時候,大家真的適宜謹慎一點 不要看到近來的股價好像打了九折就馬上衝進去 外圍方面,美股是繼續強的 有沒有疫情也好,病毒是否變種也好 美股也是強的 但美股強對港股的幫助不大 反而要特別留心,就是第一件事剛才說的 恆子裡面的小圓頂的形態 第二件事就是A股 因為近來A股似乎都不太對路 我覺得它好像想在年底的時候 插一插下去的底線都不定 找多個支持都不定 所以A股不幫忙,港股很難有運行 再加上對於夏年中國的經濟 反壟斷法,防止資金無序擴張 以及需求則改革 市場的信心不是說沒有 但是就想來清更多的界線 或者是將風險降低 所以年底的時候,大家謹慎一點 新股都沒什麼好抽的 暫時我覺得都盡量離場為主 一月回來才再玩過 好,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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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吧